字幕 字幕 李登靖 字幕 李登靖 哈囉我是莉卡 今天呢我要來分享一下我平常人們的膩頭髮 那就繼續看下去吧 這是凱夢副離子 止髮捲髮兩用包整支玫瑰金屬設計 電氣池陶瓷面板 會釋放副離子減緩毛髮乾燥 然後可以直捲兩用喔 和扣往下壓就會變成指板夾 這次鋁管材質只有265克 輕巧就可以開出門囉 搭配360度旋轉電源線 220-160度的四段空汙功能 沒使用也會60秒自己斷電喔 首先呢因為我頭髮自己有那個 有燙捲過 但是因為現在就是沒有在什麼整理 所以它的捲度就是會有一點點相當有點亂 然後我就會用那個電棒 就是重整一下我的捲髮的樣子 好然後這就是你看 就是捲得很不均勻 就這邊有的捲到這邊要直掉 然後這邊是也是一樣 這邊都直掉後面有捲 就是反正我會整理一下我的那個捲度 好然後我會先準備一個那個護髮油 正在上去這個 我沒有針對一些就是抗熱的護髮油 但是因為我想要不要讓我頭髮這麼乾燥 所以我就會在事前摸一下護髮油 讓它不要直接剪除我的毛髮 然後因為髮尾已經有點受損了 我不想讓它更嚴重 所以我就會在事前摸這個 現在我會先分兩區 這樣子 然後擠一下 一邊一邊 然後用旋轉的方式 就是抹我的髮尾的部分 然後這邊也是 就是抹壓前幾滴 然後在我的長期 搓搓搓 然後在抹在我的髮尾的地方 一樣就是用旋轉的方式 好然後頭頂我就稍微戴過 就是稍微抹一下這樣 然後讓它確實有抹均勻 在我的頭髮上 我就要來開始它的頭髮了 好那我就準備這支 就是今天要推薦我自己 私底下很愛用的臉捲棒 因為它是直捲兩用 然後因為我現在是捲頭髮 所以我就是會用這個捲髮的 然後我也可以先示範一下就是 它直白其實也蠻厲害的 因為它其實套完會有個很漂亮的光澤感 就是跟一般的電棒不太遠 因為電棒套完 它不可能會讓你的頭髮有那種光澤的亮度 然後這支我就覺得還蠻神奇的 燙的時候用燙的髮量不要太多 這樣子才會快速又能達到你想要的效果 好然後我就直接這樣加 這個是抗熱水可以黏的 然後就慢慢的往下 其實燙完髮質會非常好 你看這一齣 甚至看起來比較 沒有像後面的這麼的乾燥感 對那就可以再燙一次 其實這還蠻適合燙那種內捲 好那今天我是要來整理 整理捲髮給大家看 所以我一樣就是 先把它調整整個那個鈕扣 它往下拉就是 就是夾支的 然後如果你往上扣 它就是夾捲 夾捲應用的 然後因為你在燙頭髮之前 就盡量不要讓你的頭髮有糾結 或者是有打結的地方 所以盡量可以先用鼠子 或者是手把它塑順 然後確定你的頭髮沒有打結 我們再開始燙頭髮 首先我先從前面裝一次就好 然後像這樣 然後一樣 你的髮量不要太多 你髮量多的話 它的捲度會比較明顯 所以我就會用你適當的量 然後這樣稍微捲一下 好然後慢慢的往下拉 然後再捲 然後停留個3到5秒 好然後我想往下拉 讓髮尾帶走就好 我們想要讓髮尾太多捲 好 我就放掉給大家看 好那我的第一錯就是這樣子 讓我先不要過分它 我繼續往我後面的頭髮去捲 好然後再來畫在這邊 一直繼續 先整一個段 其實如果你沒有燙捲 其實這樣的步驟也是可以達到我這個效果的 就這樣做 第三個 你可以再做你的髮量 然後去看看你的每次 他們的狀況 好就這樣子 停到3到5秒 現在就可以像那個 發關頭髮 來去就是一戳一戳 然後越後面呢 就最後這邊頭頂的部分 我等一下才會加強 好3到5秒 停下來 最後一戳 其實我覺得它有蠻快的 就是只要離頭練習順手的話 其實不會花很久的時間 好 好 兩三到5秒 停下來 好 然後再看一下 我的頭髮有沒有 全部都燙燙燙燙燙 就是有一些移到的地方 就可以繼續再稍微加強一下 嗯 嗯 我不建議就是你把你的捲肚帶到你的頭頂 會讓你的頭看起來非常大 所以我的捲肚幾乎都是在中間 還有下面這裡 然後讓你的看起來比較蓬鬆 還可以修飾著練習 然後這樣子 那我這邊 那我這邊 燙完的樣子 就是 尾巴 鬆下這樣子 然後想要加強一下頭頂的部分 我就會抓一些小搓的 好 把捲肚停留在中間 我的髮尾就不會再燙到了 就是把捲肚停留在我腰的位置 好 然後腰去放掉 那這邊也是 就是 加強一些 好 然後 然後 上去 這樣 這一塊 我覺得後來是 頭髮比較偏 比較長的 還是像我一樣 妝長髮的 這個方法都還蠻實用的 好 然後畫牛海的部分 牛海的部分我想要就是一個很順的弧度 好 然後 然後 圈往 往後 往後 像這樣 往後 好 沒有放掉 就像這樣子 好 然後等我的頭髮冷卻了 或是把它抹開 然後這就是那我還沒捲之前 又捲不捲 那是我捲完的樣子 然後等一下把它摸熟 好 好 但我的頭髮 它現在就是已經都涼掉了 不要熱熱的 因為如果熱熱的撥開 那個捲度可能就沒辦法維持一整天 所以都要等它就是 讓它定型的 冷卻就是讓你的頭髮定型的 對 然後你再等一下把它撥摔 好 就差不多了 我就會用我的手 就是往頭頂幹部 然後這樣子把它弄散 弄鬆 有沒有 它的捲度就會很漂亮很自然 然後你也可以 直接用手腳 輕輕的抓開 對 不要很大力的拉扯它 因為其實它還沒有很定型 好 然後我就會像這樣子 然後就會有一個美的補兔 這樣 然後等它冷卻要把它鬆開 然後就可以撥你喜歡的樣子 就會蠻好看的 好啦 以上就是我分享 平常我怎麼整理我的頭髮 然後我的捲度 然後還有搭配的 臉棒 這一支 然後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這邊也有一個資訊卡 可以提開來看 然後還有我剛剛介紹的這個 我很喜歡的這個 護髮油 對 平常可以當保養 然後上電嗎 之前也可以當作一種保護 好 如果有興趣都在這邊 有什麼想法 或者是想要留言給我的 也可以留在底下 然後記得 訂閱我們的頻道 然後我們每週都會有 普通的影片分享給大家 好 那今天就這樣囉 掰掰